高雄是全臺灣沒涼水的店 最多的地方 現在為了要來錄時減速加的政策 所以高雄在今年七月份開始 飲料店全民都禁止使用 免費的速加培養 看法局也派人去掛債 目前要有四十六間是不符合規定的 看法局是豪佑說 希望說今年底可以全民來改善 高雄市頂中路幾百飲料店 天氣這麼熱 民眾百度在買飲料 高雄市都做了2,867間飲料店 素量是專大第一 自七月份一開始 高雄市就全民競用一百元收加培養 目前有將近九十八店家都改善 這麼多夾借表示雖然抓培身份比較高 不過有一點環保也很萬一配合 大概差零點四到零點五左右而已 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還是比較環保 2,867間飲料店 有九十八店家已經使用替代財政的飲料 只要兩百四十六斤 年代進行可以完成改善 記者是在台北菜市 台北粉店家都使用抓培 只有一些傳統無店名的團團 才使用替代財政 其實由替代財政外做抓培 民眾是不太感到 因為方便就好 不過拿環保培養買飲料 還可以減五塊 對民眾來說 才可以增加他們使用環保培養一彎 這跟紙杯我覺得那個其實也就是一個使用習慣的改變 因為如果說店家全部都提供紙杯的話 我有東西用 我就都沒差 因為現在大家也會拿環保備 就是去然後也有撿 環保局從七月開始獲得 目前還有四十六斤 店家不符合規定 已經開一塊肚子大 要求行機改善 環保局表示 金融一百新的縮角櫃子 今年代可以轉變改善 暗算年可以減少 一百四十九萬公斤 粉色量加三千控七十二公斤 拌排放量 現在中夷會工作用特別做